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爱你的人都是表面严厉 却藏不住心底的温柔 大家好 我依然是绞尽的 这位您促成美好姻缘的小红娘文文 同样花园秘诗里边的几位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 你好 嗨 大家好 我是一位温柔善良 懂得包容别人的女士 我的名字叫王素香 欢迎二号女嘉宾 我性格开朗 喜欢直来一直去 我叫潘小韵 三号女嘉宾 你好 单身多年的我生活不仇 非常想找一位知心爱人 我的名字叫张青 欢迎四号女嘉宾 我热爱生活 喜欢美 我的名字叫张鸿运 爱情是美好的 但是每个人对爱情的理解不一样 有的人认为只要对爱人包容理解 就是对她最大的爱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男嘉宾可以说是非常有责任感的男人 接来咱先看看她的照片 现在热爱姐来评价一下 这位男士的这个眉眼啥的 对 这是在这个海岸线上的前哨 不管咋说人戴着大秘镜 就证明这个叔叔很酷 很神秘 接了掌声请她上场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思杨 来到了爱的选择 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我才看出来 石叔叔啊 对对对 老嘉宾小姐 有好多年没见了 石叔叔 照顾爸爸妈妈 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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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家这几个兄弟姐妹换的班 倒的班 照顾父母 原来择我标准是有一套一套的呢 现在你年龄也大了 就想你在后半生 在晚年的时候 找一位俩人恩恩爱爱 过好自己的幸福生活 形象形 形象高快七岁 形象形 是 个人也不错 个人也不错 那之前的标准是啥呀 就感觉你这么感叹呢 我觉得石叔叔 过去想找个医务的 医务工作者 主要就是为了能够有机会照顾父母 因为原来的媳妇就是搞医务 你这一点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你不管你找什么样的条件 总是离不开他前人的影子 因为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 有的人可能把这某某一项 就放在主要的方面 是吧 我呢 因为原来的那位是充值医务 我何其还想找一个充值医务的 只是工作性质上的 相同就可以 对对对 外貌啊性格啊之类的可以不一样 那个可以 另外考虑 另外考虑 原来可不是另外考虑 原来可是也有标准 原来那人也长得挺好看 所以我刚才特别重点问 几年不见 叔叔的一个择偶标准 不能说降低了 至少是说符合现在的这个 自己的心理需求 我就觉得就是我放心了 接下来咱也通过短片了解一下他 生活中的样子 3077号男嘉宾石英 68岁 沈阳人 离异 国企退休 有住房 女儿独立 大家好 我叫石英 今年68岁 我是一个性格比较文静的人 可是也有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我平时喜欢骑行旅游 国内的城市 我基本上都去变了 特别爱好文艺 以前是文艺队的 我也喜欢唱歌 拉尔胡 还有其他的一些简单的乐器 我的优点还是挺多的 性格好 喜欢干净 心肠也特别好 主要我会对另一半很好 你不愿意做家务的事 我做 不愿意做饭 我做 只要你真心地对待我 我已经退休了 每个月的退休金 五千五百多块钱 我还有两处自己的房子 我能给另一半 一个温暖的家 我想找一位性格好的女士 爱的选择 我来了 这个男嘉宾还挺有头脑的 有的人有钱往银行使 你看他有钱就买房子 这个五千多块钱 对你来说算是多的吧 基本上算可以吧 如果两个人在一块的话 舍不舍得把这些钱给老伴花呢 那既然俩人在一块 那肯定是互相那边 俩人需要买啥东西 咱就去买 这个五千多是他的活钱 因为人家还有固定资产 不用说别的了 就五千六 我觉得俩人在一块 对方如果没有工资的话 都够用了 是不是五千六 因为现在很多家庭 都是两个人加一块 将近六七千块钱 够够够够的了 对吧 我在这儿要报个料 其实我们叔叔五千六 刚才说是一般 他只是对比其他人 他自己真的很节俭 包括他这双鞋 我几年前也看他穿的这双鞋来相信 非常的节俭 对 所以我觉得叔叔是自己比较节俭 但他对方是很大方的 我跟你讲 有可能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你开五千六 但你觉得一般 就说你可能是个比较抠的人 对 还有另一种可能 对吧 哎呦 这些钱 我要能开八千 我都攒钱一分钱不完 那才够用呢 主持人你说对了 我刚才也想要说 现在咱们都年龄大 工资都偏低一些 现在小年轻人都是上半 还低呀 是不是 所以说您这个钱 就是说如果五千六 您两个人在一块生活的话 把它都花光吗 还是要有一部分的计划 在一块生活的话 就是说自己家人嘛 再互相赏量 两人的规划 来吧 既然是需要两人规划 咱就得看看密室里边的女嘉宾 对咱们男嘉宾的印象如何 来 一号女嘉宾你好 这位男嘉宾 挺稳重 挺有气质 还是挺有文化的一个男嘉宾 这种性格的男士你喜欢吗 喜欢 有点静 稳 稳的 稳重 所以你挺喜欢这样的男士对吧 那个也好 男嘉宾 我看好你了 请你多关注我 谢谢 二号女嘉宾你好 我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一个女人 喜欢直来直去 爱的选择我来了 你别来呀 知道您来了 首先她先来了 要你看看咱男嘉宾咋样 你怎么能说话直来直去啊 就是我跟你讲 男嘉宾 长得漂亮 高端大气 上档次 还行吗 我挺喜欢 你这几个词夸的 我就感觉男嘉宾像一个奢侈品包 是不是 我给你配一句话 低调奢华 有内涵 这是咱们男嘉宾 更贴切 对 来 好 谢谢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来吧 三号女嘉宾你好 男嘉宾给我的第一印象 就不是说是挺傲慢的一个人 反正在生活当中呢 这个男嘉宾呢 会乐器 会唱歌 我也很喜欢唱歌 我也非常喜欢你 我跟你讲啊 如果一会儿让你上台跟他牵手的话 你看不牵的 如果男嘉宾看好了 我真心跟他牵手 也真是真心话 对对对 真心的 谢谢啊 对对 感觉刚才像客气似的是不是啊 好 三号女嘉宾会唱歌是吧 你唱一首歌的上半句 让他接下半句好不好 我爱你 哎呀 可以了 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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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靠用了 非常重用这句话 正好表达你的心声 不是一个说喜欢你 一个回他 我爱你 歌儿接你行不行 行 挺好挺满意 非常满意 是不是啊 对 非常满意 好 来吧 他就想看看你的反应 如果你反应好的话 他就会说 我就想这么唱 如果你反应不好 他会说我后边想加塞北的雪 来吧 谢谢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来四号女嘉宾你好 我觉得他品质挺好 而且人外表 从他说话都特别实在 在我心中就想找这样的人 我也特别喜欢 这位男士 谢谢 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我确实从内心喜欢 哎呀好的 谢谢我们的几位女嘉宾 谢谢啊 哎呀真实诚啊 这自个儿咋想的 就怎么说的啊 而且咱听出来 比较诚心诚意 是不是啊 相当严厉 别人的相当我 老师 人家68 我65 我67 四位女嘉宾 对您呢 还是比较满意的啊 男嘉宾 那你要从四位女嘉宾中 首先要选择一位 上台来和你聊聊天 那男嘉宾会选择 几号女嘉宾的广告过后 就在今天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面对吸引男嘉宾 女嘉宾主动示爱 那有老公了 我觉得像老公给我买 可以 就像你是她老公似的 怎么你这就可以了呢 男嘉宾的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过两句 往那时候 上那时候 车朗着 你们都防你不了 老娘们和老爷们打架 那有老娘们 现在都说打你老爷们 那情力也不容啊 那是女嘉宾愤愤不平 不要走开 广告很短 稍后精彩继续 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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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葛红牌 桂隆药膏 葛红药膏 一斤药 膿 2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 葛红药膏 方食骨痛 肿 胀 痛 哪些人更适合 葛红药膏 万幸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 葛红药膏 腰痛 甜 腿痛 关节肿痛 痛痛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红药膏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红药膏正适合 腰痛腿痛 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正适合 葛红牌贵龙药膏 老曼芝 咳痰痰痠 还咳子呢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芝 可谈喘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黄金油交完 好书宝宝 特价销售 现实优惠 沸腾水煮鱼 68元每份 潮楼饭馆 024-3188-8677 辽宝省沈阳市湖南新路 8号 万象九宁城 好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男嘉宾最终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3号吧 3号女嘉宾 好 接下来咱先看看 3号女嘉宾的照片 太有自信了 拿了一张一寸免贯照片 就说谁敢吧 对不对 就这么自信 颜值高 但你发现没有 这冷眼往外一看 那就是一个美人啊 对 男嘉宾 感觉颜值够用不 挺好 我今天也很错 你穿啥能啥的 不是 不在穿戴 你不在穿上 我说绑在你穿 看我穿挺好 小龙虎 不在穿上 那本人到底啥样 接下来掌声 有请她上考 大家好 我是一个性格非常直率 在生活当中 喜欢唱歌的女人 阿姨 阿姨你有点气人呢 小姐 我生气了 咱的呢 刚才在化妆间 她跟我交流了老半天 文文你看我今天头型 就这样行不行 我说太简单了 做个造型 我今天也没穿高手鞋 我说没事 一会儿让我们导演 给你准备高手鞋 我们后台都 没事 我就这样真实上场吧 你也太真实 跟照片一样真实 咱那有化妆师 还有造型师 你倒是整一整造型呀 阿姨 我被剃了 刚才在化妆间 啥啦 美心 爱美不 一般 因为我有时间吧 都是在家做点家务了 干点啥了 就干活 所以说这个平时 也不怎么盗制自己 上这个爱的选择 我买了两件 那您之前那衣服 都是谁的 都是我儿媳妇给我买的 这要成家了 是不是就不用 儿媳妇给买了 那有老公了 我就得叫老公给我买 可以 就像你是他老公似的 怎么你这就可以了呢 就是说给媳妇买衣服 非常的愿意 是的 三号续子牵手了 咱俩差不多 我不一定 平时买衣服很少 有件穿的就行 您经常买衣服吗 买的时候少 因为男同志 好像对那个差点近 你一件衣服最多穿了多久 我这人吧 穿衣型 要逮着这件衣服 这总穿 就可一件来 习惯 来看看密室里边的嘉宾 男嘉宾怎么说哪位女嘉宾 男嘉宾你好 你别太那么节俭了 开五六千块钱 打扮你帅一点的 假设说你要是跟我过的话 我就给你打扮像五十岁 像帅哥一样 他学强似的 哎呀 错奖了 高跟学你前背上 男嘉宾真要女士就像捣着你 但是捣着你样子你不喜欢 非得围个白约脖穿个大风衣脑袋戴紧帽子 就是你不喜欢你会反抗吗 这个一个人吧就随意了 将来要是有了家 另一半 那就得相互的俩人互相研究 他穿哪个衣服好 因为自个穿这身上 他不知道好 好坏 长短了什么的 一个人就那么稀罗糊涂吧 你也希望有个人帮你捣饿捣饿 那孩子俩人好呗 俩人在一块儿 咱们事情互相商量 那省着一件衣服给他穿坏了才拉倒 是不是啊 那我就是二人 就是二婶的 钻一型的 我知道只给你这人也没行的 我早就踏着 你可不是你板人啊 你嘉宾你愿意花钱给老公捣饿吗 我不喜欢就是男人打扮得特别帅心的 就是很普通 就赶紧利索就可以 普通老百姓 你别在一人群里一眼就看着你了 你从这下穿成这样的不好 不是 阿姨啊你得说清楚 你是真的是没有安全感 怕他招风引迭 还是说怕钱乱花呀 还是都有这原因呢 我 我告诉你 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是不是啊 接着咱们通过短片 看一看女嘉宾生活中的样子 19367号女嘉宾张女士 66岁 沈阳人 离异企业退休 有住房 儿子已婚独立 大家好 我是一位温柔善良的女性 今年66岁 我的名字叫张青 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每周都去做理疗 平时在家手势手势家务 做做饭 溜溜玩 我平时喜欢少油少盐 喜欢素食 我做面食超级厉害 特别好吃 我做的馒头都是手工做出来的 比卖的好吃 我不会跳舞 但我会唱歌 你们想听我唱的歌吗 阿姨 那您觉得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是一个温柔善良 挺顾家的女人 我也比较有耐心 谁要跟我在一起老幸福了 一个人的生活是寂寞的 两个人的生活才是幸福 我在这寻找你 爱的选择 我来了 当然是我们合空对歌 这位咱面对面对个歌吧 行不行啊 行 二位合作来一首好不好 来 接着我看 两位 推握 是武的月亮 升上了天空啊 为什么荒遍没有寻采 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 你心上的人就会跑过来哟 唱得非常的动情 而且我觉得男嘉宾不管会与不会 旺没旺词他都能跟着你一块去唱 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的好 我曾经遇到一个人就是他和他的老伴 也是上歌厅去唱歌去了 老伴唱歌老头都睡着了 真的给唱睡着了 但是他还不敢趴下睡 他就这样戴个帽子低个头去 他已经睡着了实在是不感兴趣 那那个大姨会很伤心吧 对呀唱完之后给他摇醒 真好 我觉得这个像摇篮曲一样 那真是在他的歌声里进入到一种安宁的状态 但是如果真的是两个人他都感兴趣 对不对 都愿意唱 我觉得这挺好 没事葛嘉宾也好 出去也好 俩人你唱我也跟着你 对这样在一起才会有生活情调的 对 非常地好 接下来给彼此打个分数 首先男嘉宾跟女嘉宾哪个分数 96吧 女嘉宾跟男嘉宾哪个分数 96 96 好 接下来给彼此打个分数 哈哈哈哈 啥都想懂的 你是在什么去住啊 现在在铁西区 原来在和平了 啊 家有几个孩子 哎呀 就一个啊 女孩 啊一个女孩 没有奶 我是喂奶的爸爸 哈哈哈哈 那你说又当爹又又又当娘 也挺人的哈的 不容易 正说也是毕业 那没办法 妈妈就没奶 我再懒脸 你就咱看孩子也不能那么好叫 我经上牛奶蛋去给她买奶 那你那个选择再混 你女儿值得不 我女儿不跟我来吧 那她要是值得了她会反对不 参加工作了之后吧 她就上她妈去 但是跟我完了 就没来往了 但是我一点不挑这事 但是想一想这事吧 心里都有点不得劲 那说明她对孩子一点还是弱点 如果对 还是肯定说好 不能说她妈 那毕竟从小的时候 她离开她妈 其实她爸拜她 好 那接下来咱们从短片了解一下 男嘉宾的感情经历 我与爱人是惊人 介绍印识的 相处不久 我们就结婚了 我跟孩子她妈妈 在结婚之后呢 有很多意见不一样 她的脾气特别火爆 有的时候呢 就是发些脾气 但是呢 我岳父岳母对我非常好 所以说呢 我为了感激岳父岳母 就等着孩子 上大学之后 我们俩儿就离婚了 现在我单身二十多年了 这几年我也想了很多 一个人的沉淀也让我清楚 自己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人 共度余生 我想找一位女士 她热爱生活 性格好 为人民正直 谁要能选到我 我相信我们的家 一定过得很幸福 三号女嘉宾 你就是观察的这段时间 你觉得她性格是属于啥人 不是那种挺急躁的那种人 挺挺稳重 我跟你讲 男嘉宾就是在家庭当中 就是属于那种受气那一方 是吧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你跟你妻子吵架的时候 你们最激烈的时候 会动手吗 她能动动动手 我基本上不动手 她动手下狠手打你吗 因为我岳母对我特别好 所以我赶脚到淫吧 也得赢得都得知道 人怎么样去善待别人 就是她会动手下死手打你吗 哎呀 这说来话唱 就是说这话 她是不高兴 上来就一下 这一下就把脸子挠 这挠手印的 老娘们喝老爷们打架 那老娘们先到时候打你老爷们 那情力也不容啊 记过两句 上来的时候就 这两个人都防止不了 再厉害也不能那样 有是有 那也不能那样 你们在吵架的时候 你出去会说我媳妇挠的 那脾气老暴的 那一个男同事 谁能说那话呀 她也不考虑你怎么去跟别人解释 是吧 唉 我说不好听 一般聪明的女人吧 我打你身上两下 咱不能往脸上 给脸上整滑了 你说这出去了 大街上都看出来了 这肯定那媳妇打架了 这脑里满脸滑 是不是 老爷们必须给老爷们面子 她叫老爷们 后边毕业 我这人知道感恩 岳母对我特别好 所以说我就感觉到 包容她一些 最后实在没找了 孩子上大学 毕业正好有工作 其实男嘉宾你反复强调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懂得感恩非常善良 但是你知道善良的人并不等于挨打受欺负 这一点一定要有所区别 因为我们国家在2016年的3月1号实施了这个反家庭暴力法 不仅是对于男士打女人来讲是不可以的 而且是妻子打丈夫 这也是触犯了法律的 所以之前的那一页我们翻过去之后 我们要知道之后的这一页 人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但是善良并不等于懦弱 并不等于一味的迁就 无原则 其实咱们也能看出来 男嘉宾的性格就稍微有点弱那个感觉 不像那种男的说一下抱笔记上来爱着咋地 不是那种感觉 好像一味的忍辱负重的感觉 他不愿意欠我 行 愿意我 这愿意欠我 行 他让我俩都推远他 我说行 3号女嘉宾您生气的时候动手不 我不动手 生气的时候也是就是对方骂我 打我了 往我就是不服我才动手还击他 但是最后结果还是我挨打 吃亏 吃亏 那您受气的时候一般都什么样 自己生闷气 自爱自己生闷气 这个也不好啊 你为啥自己生闷气啊 因为我打打不过他 骂骂不过他 就没招了 自己背地里掉眼泪 而是自己生闷气 自己哭 无处倾诉 是吧 他俩不是有点相像吗 对啊 您都是家里受气的那一方啊 而且就在这儿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个事儿 因为上一次我们叔叔来的选择之后 有不少的观众甚至是女嘉宾 还提出这样的一意 这男方就一面之词啊 我不相信 一个巴人拍不响 就因为这个问题啊 我真的是和导演有问过他身边的邻居 包括部分亲友 他前期处理问题比较极端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是秀才遇到兵 我们叔叔是秀才 他媳妇是兵 有理说不通 因为他俩在婚姻当中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那个人的方式就比较泼辣 所以说这段婚姻真的到最后 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所以叔叔显得就比较懦弱和委屈 这男嘉宾 其实性格本身就是这样的 而且我觉得如果男嘉宾 女士遇到这样性格的人可能觉得 嗯 我就胖了 我就大泪了 你也不敢怎么样 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助长了他的这个气焰 要不是父母吧 有时候背后也说 你竟惯着你家 你家这位 但是我不太好 因为我既然是找了自己的媳妇 啥事就是难的吧 就心宽阔点 但是这事一长起来吧 哎呀 没找了 所以就得离婚了 那还叫老爷们啊 我就凭她这运动我都不敢的 她别说她没有钱 她穿一个衣服我都不敢 我不想找那个脾气暴躁的那种男士 那就像男嘉宾的性格咋样 我不会因为他太老实了 我就欺负他 以前就受气了 所以说的话 我不会去 欺负别人 欺负别人 你感同身受是吧 对 咱看秘诗里边的嘉宾怎么说 来 男嘉宾你好 你长得那么老高大个儿 你还怕喜爱啊 怕他敢先动手 你不打死他 直接给他打死了 让外面坑去 我就把你俩那么弱呢 你有点像他前妻呀 还等到孩子上大学的时候 等到二个还说到二七嘎 你这老爷们 不是阿姨 你都不给他面子 阿姨我真感觉你好像他前妻的样子呀 你已经给我们叔叔吓到了好不好 你是二号女嘉宾吗 我是二号女嘉宾 我是二号女嘉宾 英雄好汉子 一个英雄好汉哪 那咋的呀 男人就得有骨气 你知道吗 我想问一下 他让他打你 你不打他都不错了 我都替你生气 二号女嘉宾 您生气的时候啥样 我生气的时候非常吵 但是我从来没跟我爱人生气 我没听听 您生气的时候非常咋的 生气的时候我就且了 就跟他喊呗 打人家干啥呢 先打吗 非先打老爷们的一个女的 他说男的先打女的 哪有女同志先上揉的呀 非常叼 刚才那个字啊 叼 非常叼 哎呀 您现在是没生气呢 是不 这样二号女嘉宾 看来台上可能一群人 对你对我误解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他下班场上来 对对对 咱当面比划 当面聊一聊 好不好 没问题 我可以挑战呢 好嘞 不怕 不是 俠姐 这是一场相亲节目 不是比武相亲 等着你这种名字 来吧 男嘉宾 二号女嘉宾连线过后 您对二号女嘉宾的性格 是什么样的评价 成人比较仗义 很仗义 很仗义 你觉得他能跟你动手吧 如果签手成功的话 我下一个我就想要他 你想见他 对 对 就是 灵芝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二号姐姐 她是属于仗义 虽然她提起 感觉我们像特别的火爆 但是你发现没有 她是属于那种义正言辞的 她不是属于先侵犯对方 而是她面对对方的侵犯 她知道能够以牙还牙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性格 是大哥需要的 就是我们看年老受气 像受气的人类的 我们也跟着着急 因为生活当中 夫妻之言应该是平等的 是 你应该说谁在生活当中 非得委屈自己 那是过啥日子 对不对 而且现在这种日子 不需要再委屈求全了 就为了找幸福 对吧 那咱也看看女嘉宾 她的感情性就这样 女嘉宾择偶有要求 男嘉宾做何想法 如果真要登记的话 您是要求对方 和你做财产公证的 是吧 对 女嘉宾有病就回家 怕有病回家 对 你有病不行了 她有钱能给你 咱说这 犯不上 跑就跑那 有公证有办法 不要走开 爱的选择稍后回来 您要是不相信 可以去商场看一看 真正的鹅绒被 最便宜的也要一千多 您也可以到材料市场上 去问问价格 最一般的光鹅绒和面料 都要好几百 我们厂是中国三一五成性企业 以前许多观众都用过我们的产品 都给予好评 这次呢 是厂性三十周年 回馈广大消费者 电视台帮忙做推广 厂家专门拿出了六千床五星鹅绒被 五十九块钱 您就拿走 还买一场又送一场 我不可能为了五十九块钱 而砸了我们蝴蝶公主的招牌 五十九块钱 连半斤鹅绒都买不到 连一个工人的工资都不够 这次呢 压根就没想赚您的钱 今天 当着大家伙的面 我做个承诺 买我的鹅绒被 不保暖 不舒服 盖了 会跑毛跑绒有异味 您花了五十九 我赔您五百九 知名品牌 蝴蝶公主 为推广品牌 联合电视台发起 场庆三十周年 真情汇溃活动 原价一千九百八十元的五星鹅绒被 现在只需五十九元 是的 你没有听错 真的只要五十九元 不用担心 不要怀疑 只是工厂上电视 为蝴蝶公主做直销 剪掉一切中间环节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今天不要利润 不计成本 只要口碑 等等 如果您现在打击电话 还有机会再免费货赠一床 同品质 同价值的五星鹅绒被 五十九元 两床五星鹅绒被 一起带回家 买衣送衣 超值享受 真的很划算 花五十九元 让全家人 都盖五星鹅绒被 正中程度 问产品 经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质量承保 保证每一条蝴蝶公主 高档五星鹅绒被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 七天包退 十五天包换 赶紧拨打电话 相告吧 新派唱菜 炒楼饭管 为回馈新老顾客 十一月起 每周五为会员日 会员小部分开品半价 创支卡 存一千元 送一百元 存两千元 送三百元 加送雪花啤酒一箱 详询米2431888677 沈阳市浑南区 外向九一城北侧 咱也看看女嘉宾 她的感情就会这样 相濡以沫 相伴终生 是我梦寐以求的爱情 我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相处半年以后 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 她对我也可以 但是有了孩子以后 她对我就不好了 以后有的时候我就问她 我说以前对我那么好 现在对我怎么不好了呢 她说婚前如绵羊 婚后如猛虎 她说婚前 我要像绵羊那样 是得善良 要不然谁家姑娘 能嫁给我呀 婚后我要叫老婆怕我 我要像猛虎那样治她 阿姨您俩过了 多少年离得婚呢 为了孩子 我一直忍耐着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于2019年 我们彻底分开了 经过一年多的调整 我现在的心态 也好了起来 我想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开始体验新的生活 我想找一位 没有不良嗜好的 身体健康的 儿女只是在婚的 男性为伴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您因为之前来过我们节目 所以说对你的感情生活 我们多少有些了解 想搭火 不想领证是吗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因为我上次听主持人说了以后 我就是不想再搭火 您之前因为搭火的原因是 因为以前的时候 是我儿子不让登记 说是因为他买了多套房子 就是因为为了避税嘛 他就是写在我的名下了 所以 他就因为房产的问题 对 所以他就给你提的建议 是搭火 省着结果 那你现在这问题解决了吗 现在可以做公证 你就做公证 把这个婚前财产 就给你儿子就完事了 对 那你还是要有条件 才能跟对方登记的 就是必须要财产公证是吗 登记 是必须的是吗 不是必须的 登记也可以 不登记也可以 就如果真要登记的话 您是要求对方 和你做财产公证的 是吧 对 就是你的财产公证了 对方的财产 是不是也需要公证 对 男的婚前的 女的婚前的 都跟现在没有关系 但是小姐 我理解了 就是阿姨是说 登记是有硬件条件 但如果你这个条件 不想公证的话 我是不登记的 阿姨你还是在纠结 不用登记 就是这个阿尔国老年 尤其六十多岁了 就是大伙子 在人家有病 就回家 他有病回家得 对 你有病不行了 他有钱能给你啊 就说在婚财产登记 他不登记 他死了以后 他房子能给你啊 儿子干的 儿子干的 你真有病了 他也不干的 就打婚财产 更多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您是有多套房的 也是 您现在手里是两套吗 对 这两套房子 都是您的名下 都是我的名 这两套房子 大概都多少瓶 五十一个 六十多一个 刚才女嘉宾说了 如果两个人 在一块登记的话 她还是希望能够做 这个财产公正的 我想问一下你 这两套房子 将来想如何分配 这个事儿吧 我也是考虑一下 就是看看 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呗 对方是挺明智的人 转转地的 你知道咱说 犯不上 跑这跑那的 又公正又干啥 那名字本身都是 是个人的名 那用不着很久的 就是公正 眼睛一闭了 还差咋地了 也就是说 这两个房子 你不打算给你女儿吗 那是以后完再说 因为她女儿 现在条件也不错 然后后期呢 也是跟她母亲来往 也比较频繁 她女儿并没有提出 这样的要求 但是叔叔内心 确实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哪一位女士 跟她走完后半生 女士如果要求 就是这个房子 就是要过到她名下 或者是未来百年之后 你要给到我 叔叔是无条件的 是留给对方 他是有这样想法 所以我刚才更正一下 叔叔这个财产公正 只是针对自己 我自己的房子 没有那个意愿 是要求对方 跟我财产公正的 所以男嘉宾你的意思说 谁要跟你宰块 过日子的话 那这个房子 就算你们的共有财产 那是肯定的了 应该是这样吧 我要再说一句不好听话 如果百年之后 这个房子 您会给对方 那就是 我这说呗 这事也不好说呀 不知道自己能活多大事 说呢 那再有一点我想问一下 因为毕竟是两个人 这个年龄结合在一块了 人吃无骨杂两 肯定会有生病的时候 您现在说了 您的女儿是不来往的是吧 没有来往 那如果有一天您生病了 他可能来照顾你不 这个事那都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的事 我也希望就是他的儿女 就是在身边 我也在身边吃 我是希望这样的事 如果就是数字大了 一旦有个好歹的 我怕负不起这个责任 阿姨我想替叔叔问您一下 您首先您的房子 肯定不会是作为共有 你想将来 你的房子是给你子女的 然后如果将来 有一天你生病了 你出现现生病的状况 你儿子也是能承担 你的一些费用吗 对 我儿子说了 如果要是找老伴的话 如果小病的话 就是对方就互相关照一下子 如果有大病了 儿子就管我 他跟我说的挺明白 就是要故人护理我 要是那就得看 如果能好的话 那我们还是在一起的 如果要是成天卧床了 我也不想 就是连累对方 因为咱们毕竟都这个年龄了 那就有些话就得说在面上 我的财产你归我 你的财产归你 对不对 你今儿跟我结婚 明儿你就他妈了 我还伺候你啊 我哪有那衣服啊 真是你过三年五年感情好 我可以伺候你 伺候到你死 其实为什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呢 爱情开始总是美好的 但是因为就是在西洋阶段 两个人在一块的 所以就要面临有一天生病啊 或者这样的事情 有很多人在找另一半的时候 俩人会商量 说好的时候咱俩在一块不好的时候 各回各家各找各的孩子 会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约定 这事就是俩人商量呗 如果要让孩子心安的话 可以做财产公正 但是这是双方在同意的前提之下 别让对方有什么心里不舒服的地方 这是可以商量的 好 男嘉宾想问一下 女嘉宾要把她名下的三套房子 全都给她儿子过过去 她自己没有独立住房了可以不 可以 因为我自己那个都够了 都俩呢 是不是啊 自本人那俩都没就是小花呢 所以说你是不建议的 如果她提出说婚前财产公正的话 不建议是不是 不建议 我也是 你还建议啥 你都把皇上都给儿子了 我不建议 就她入了房子也都给姑娘了 你也可以 不是 对 我不建议 男方可以公正 就是这个房子 咱俩可以住这儿 我只要找一个就是俩人 就是互相疼爱 就是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 至于她的婚前财产 我一点都不建议 她公正给她姑娘 不用公正 她写遗嘱都好使 好 来了 接聊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来有请 男的额头挺大 这男的挺有腹 这男的后半身有腹 接聊请我们女嘉宾 先稍后休息 咱们回去 女嘉宾性格爽朗 气场强大 现场项料不断 女嘉宾 您评价的是啥呢 这俩子 好 好 这怎么的 女汉子马上一颤 你脑袋一颤 你脑袋一颤就白了 没事 我不会打你的 这男的吧 想弄这个女的 究竟发烧了啥 男女嘉宾现场起争执 我觉得你太有无恶能 可嘉你 你耍能管管这有啥能的 面对女嘉宾的择偶高要求 男嘉宾将如何应对 大吉 不要走开 广告很短 爱着选择 稍后回来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膏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 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膏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洪牌 贵龙药膏 葛洪药膏 一斤药 浓缩二两膏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风湿骨痛 肿胀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痛 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洪药膏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洪药膏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膏正适合 葛洪药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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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斤药 容缩二两膏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方式骨痛 肿胀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腰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痛 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洪药膏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洪药膏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膏正适合 葛洪排 桂龙药膏 她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来吧男嘉宾 那我都不用问了 第二位你肯定选择最有挑战性的二号女嘉宾了是吗 行可以 二号女嘉宾上场 挺重要 咱们来看一看这位心直口快的二号女嘉宾 贫敏 她脾气到底啥样 来 先看看她的照片 黑石麻了 是啊 哎呦 感觉这样造型的人应该是非常温柔的一位女士 是不是也是很能花钱的女士 所以不能以貌取人呢 虽然你的个头不高 在年轻的时候 咱们还算漂亮 那接下来咱们就掌声请女嘉宾上堂 大家好 我叫潘小玉 今天到这里到爱的选择里 我想找一个疼我爱我的知情爱人 好 欢迎您 您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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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先生 有劲啊 有劲啊 有劲没劲的我都成女嘉宾了 咱俩成竞对手了呀 您害羞 咋的 我来讲 你好 女嘉宾您评价的是啥了 这俩子 忘了 好 好 你刚才不是说她是 你笑一笑 仗义吗 就是瞎坏了 不是仗义 啊 男嘉宾 这怎么的女汉呢 这一战已经脑袋掉了 没事 我不会打你的 这个男的吧 想弄这个女的了 我看出来了 她跟她笑了 她跟我没啥笑 不是她说话 逗言哪 她笑呗 大家可能看到了 咱们女嘉宾脸上受伤了 这个是怎么弄的 拽的 拽了 是骑车的时候拽了吗 不是骑车的 是走路的时候 晚上休闲走路 一个狗叫我害怕了 它一穿的 我就给半个狗就拽了 脸在这样 大家看到了 她说了 是前天晚上受伤了 但是今天依然来到 我们这个舞台上 进行录制 也相信你有一颗 非常非常热烈的徐爱的心 所以才来到这儿 不能错过这样的一次机会 对不对 我们五年唯一女婴 在沈阳爬了 我还学过三打 哎呀 我就打你这样三个不来的时候 打你这样三个不来的时候 男的 年轻的 学过三打 这胆大的 这胆小的话都得多了 所以男嘉宾你不用害怕 跟着又会打你的 对 你得了吧 侠姐 这奖礼也受不了 家阿姨这劲 对啊 女嘉宾 女嘉宾 这样你奖礼 是不是 我就感觉你得站你家前上奖 我告诉你 对 你仍是这样吗 高高在上的感觉 我爱人 过了四十三年 从来没省过气 是因为她脾气好吗 不是因为她 她的脾气我害不好 就因为她脾气不好 压制住了你啊 你这也压不住啊 也不是 我爱她 我爱她 就是这个 我就听你的 你说鸡蛋树上接的 我都不说小鸡下的 我马上拿光给你站你摘 哎呦我天 全力配合 贤其良母 对啊 就是一个贤其良母 我可以让二百人作证 开大个儿来开俩来跟我作证 你看 你朋友真多 我想整了二百人都整不来 反正是挺强势的 您是这样说自己 说明你有温柔的一面 您现在您给咱女男嘉宾温柔一下 不要她害怕 腿都得上了 我不会 不会温柔啊 那你在家里边人 那百依百顺 那媳妇都会温柔吗 那我俩过的时间长了 就来个男的我就跟她温柔 我可不会 那你不冲她温柔 你冲我温柔一个呗 别好想想 哎呀 哎呀 很温柔 她还是会 你还说她会温柔 我跟你讲 就这一拥抱差点给我送走 你看这人像导演 你没看给主持人抱住 加一本那一本 就这人像导演 接着从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 18979号女嘉宾潘女士 64岁 父亲人 造个体有住房儿子已婚 大家好 我是潘小玉 来自父亲 今年64岁 我的性格很好 喜欢说说笑笑 脾气也很好 是一个很朴素的女人 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而且做饭非常好吃 炒菜呀 煎炒棚炸什么都会 而且我还很喜欢美 经常去商场买衣服 看这都是我买的衣服 我非常时尚 我为人善良 喜欢换位思考 所以随着我在一起 都是很幸福很开心的 年轻的时候 我当过五年女兵 转眼以后到地方 分辨到福音市第一百货商店 当营业员 帮着孩子打理饭店服装店 我现在的退休工资是 一个月2600块钱 我想找一个有责任心 有爱心 有担当的男人 和我搀扶后半生 爱的选择我来了 好 爱的选择您来了 我阿姨厉害吧 我跟你说还有厉害的 她在片里没有展现出来 我们阿姨开饭店 从北开到南 最北边是我们父亲 最南边是香港 到香港了 香港开了八年角度馆 您在香港生活多长时间 生活三十年 您在香港拼搏了十年 是一个特别独立的一位女士了 相当于 对了 资深艺人吗 和我老公 和老婆 两个人在一块 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对啊 这个女嘉宾哈 这一段传奇的经历啊 可以这么说 你的人生实在是太丰富了 那一位平平常常的男士 能收了你吗 我就想说 就你还不得找那种 前半生也非常的辉煌 后半生也非常的出色的男士 不得找这样的 那天空定 看 在你来看 这种男人的性格适合你吗 不适合 老老实实 为什么呢 不禁折腾 不禁折腾 你还要咋折腾啊 我得找一个有演员的 能做生意的 还要找一个生意场上的人 条件比较好的 他不是要做生意 是只找做生意的 最好找个会开车的 帮着开个车了 就是生意上能帮着忙的 俩人在聊天的时候 还能在事业上互相促进 互相出招 对啊 你做过生意吗 没有 从小长到大 都没做过那个行业 这样的女士 你感觉能驾驭得了吧 她属于面上的人 所以说咱们 这个过去就是说 成长的环境不一样 不一样 经历不一样 所以说你现在有点 有胆脱的了是吧 那倒不倒不 咱们就是说 这个各有各的行业 她俩我觉得不太合适 因为这个女的有点太强势了 这个男的 下意不了的女的 来 这样 这一场将是我们 最难的一次相亲 对啊 对方都不合适 但是有的时候 那框框是自个定的 你都不知道你想找啥样 知道吧 也许突然有一天恍然大悟 我自己设那块的那个人 根本就不适合我 咱今天就聊着看好不好 来打分说 原来是天定的 对 对啊 你太累了 也该歇信了 是不是 找一个平平淡淡的 文文道德的男士 让你好好过日子呢 是不是 你还做饭 对 逢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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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 哄孩子做饭 享受田径的生活 我跟你说是真的 我们刚才是就怕你生气 你知道我没敢说 你自己替自己说了 对 你就是择有标准是有问题的 嗯 你太累了 对 男嘉宾打分开始 96分 女嘉宾打个分数 90分 你呀 哎呦 流行了呗 是不是 在动手和动嘴之间 你选择了 动嘴伤害他一下 90分 接下来请二位 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咱看聊上啥样 有请二位来 我来 当兵的人要人羡慕 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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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都比较宽阔 半四七的咔嚓 家在哪个小区说 原来在和平 现在在铁锡 铁锡 铁锡 铁锡百分多远 离那不太远 现在和谁在一起生活 自己就跟房子在一块生活 没有别人 房子多大 房子六十多吧 两个房 退休开多钱 我退休五千多 那已经够实够用了 就像你这省值检用 连个衣服都说不得买 五千块钱得攒四千五 我的天啊 这辣子算的 来吧 咱接下来拖短片了解一下 女嘉宾的感情经历 口语 爱人是自由恋爱 两个人一起长大 属于青梅竹马 长大以后 我们就很自然地在一起了 二十六岁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 婚后的生活很幸福 爱人的性格很好 又担当 从不和我计较 对我也是爱护有加 爱人在工作上很优秀 是单位的领导 婚后我们的生活很幸福 在一起 生活了四十多年 2016年的时候 就是豁重天降 我爱人忽然得了心梗 心衰 药费花了四百多万 还没有挽留她的生命 结果还是撒手人寰 离我而去 丈夫走后 我一度悲伤欲绝 因为我们的感情实在是太好了 后来在孩子的陪伴下 我走了出来 必定生活还要继续 我不想让孩子再为我担心 我也不想组活在过去的回忆里 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我要找的另一半是 要求身高必须一米七五以上 最好是做生意的 家庭条件好一点的 这个奶条也没挨上 一米七五以上 太高了 您丈夫是多高 一米八二 一米八二 就是在你心目当中 你一定要找一个人和他比较 才能作为你的择偶标准 对 为啥这么有这样一个执念呢 因为我自己行 你觉得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上你 对 就是您单身多久了 我爱人去世五年了 你一直这个择偶标准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 一个男人如果身高不够高 或者是各方面外在没有你老公好 也不代表他不优秀啊 阿姨 我找的老伴都相继 都给我介绍的几个老伴 都是一米八以上 这算是硬性要求吗 低于一米七五的别让我看 我就不能看 不能看 长得税 家庭条件得好 有车有房 有车有房 家里条件好 长得还得税 还得一米七五以上 这点二都是小伙吧 我就这条件 我想问一下 您这个择偶标准有多少是为了面子 就是我之前我老公这样的 我再找一老公领出去 让那个两大客车的人都看到 再找的对象比之前那个也不差 因为我配 你是想这样吗 是啊 那你是寻找自己的幸福呢 还是扑面 给别人找对象呢 那我就这要求 搞不着拉倒我就不搞 改变不了 还想改变 还得一年呢 你肯定没受过单身的苦 这五年过来 让你最痛苦的阶段 或感受是啥样的 五年我就觉得 失去老公挺痛苦的 其实我没有痛苦的事 每天我在就是做点生意啊 开车玩啊 旅游啊 我有司机女司机 嗯 陪我玩一下 就是也是忙忙碌碌 生活非常的充实 对啊 你从未感觉到孤单 只是思念你的老公而已 对 就是有的时候呆着没事了 也太想我老公了 然后就上公共去哭一场 然后回来就拉倒了 那您觉得您现在适合再找另一半吗 其实吧 我这说 你让我说心里话我就说 对 我总别人都让我看爱的选择 就给我报名了 然后我就 哎呦 我先抱抱我看看 去看看认诺 抱着这种心情 我就来了爱的选择 哎 我就不是说 就到这家庭去找个老伴 嗯 不是那个意思 就先尝试一下 就尝试一下看看 看看嗯 那你那些没有对爱的一种渴望吗 就说哎呦 我特别憧憬 我明天再找个老伴完了 在一块怎么怎么样生活 没有 这种想法可能有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 没有 剩下的百分之七十 你是怎么规划自己的人生的 吃喝玩乐玩吧 我有车有房 我家沈阳有房 太阳姐 嗯 就是说你 你觉得你生活对你已经非常好了 你没有什么可缺的 我没有什么 什么 没有什么失望 没有什么失望 或者是没有什么一种强烈的渴望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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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阿姨你现在身体还康健 你有的时候头疼脑弱 你真的你就会感觉到很孤单 而且逢年过节 你朋友不会一直陪伴着你 如果你真的找到一个不符合你标准的人 觉得你不愿意这样委屈求全地活着 对啊 觉得屈辱自己了 对不可能 我今天不找 嗯 来咱看看密室里的女嘉宾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 我是一号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 你认同这个咱们二号女嘉宾的想法吗 就是说能找找找不着拉倒字 过也挺好 不认同 我因为吧这个六十多岁的年龄 自己待着很孤单寂寞 找一个有演员的 互相关心 适合自己的 就是很好 您会把硬性要求定的那么死吗 我没有条条框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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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感觉到位就行 对 感觉到位 适合自己的 这个年龄不愁死不愁穿 跟一起大人快乐 活得有精进神 过好后半生 就是我们的幸福 来寻找幸福来了 这一号女嘉宾的想法 啥叫框框 没有框框 叫感觉 跟着感觉走 感觉到位就可以 男嘉宾从头到尾 一句话都没说 咋的呢觉得打击 无语 无语 我觉得因为我太强势了是吧 你看你像是护士的跟你打仗 你的 你的性格的人吧 我也见过 但是吧 就是说 还是无语 俩人的见解和思维 不一样 不一样 这样的火车是咋挂 挂不上 我这性格挺豪爽的 就是说她太 太老实了 你还学都敢打她 我的毛一丑了一气 然后两脚都踩在边去 她为啥女人还想先手手打你 老爷们在家是顶天立地的 你知道吗 我打断你吧 第一 有的人有海洋 有的人性格值 那为啥有的人 军手就打 再不就踢 就不一样 人和人 就是你有海洋没打开 人和人不一样 我觉得你太温饿了 她打你咋不打啥呢 那我就 那就叫海洋 作为啥的啊 原来的媳妇我打她干啥 可家你 你耍那光棍这有啥能的 她都打你了 你还不打她 还叫啥光棍啊 来 所以说咱俩的吧 就是说 过程和生活的经历不一样 你居然肯定 那就是直接就冲 啥事都 我再冲我也不能 不会先打老爷子 但是吧 就我家老爷子推倒爬不起来 我都不会打的 所以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就说在别的周围中 我就宣说我的老爷子 怎么怎么好 怎么怎么好 我不能说这个老爷子 给家我都敢打她 主要的性格不一样 你知道吗 有的人他就只想 当兵的 十个有九个都只 我看好这男家别的 我想让你争取一下 你争取一下 但是我觉得 人家贵的 那还蛮严重 人家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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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合你我 没必要打 那看这样 我要想跟你 你都不能跟我 也怕我打你 那倒不能 你分啥事 讲话呢 也经历的也挺多 但是就没当过兵 嗯 嗯 来 才这样啊 看看密室里的女嘉宾 有什么话说 男嘉宾我看好你了 我对医学也有研究 看了很多医学书 自己小毛病全能治 我想上场跟你聊一聊 男嘉宾你给我这个机会吗 可以 来邀请二位来到身边 好的 接下来 请我们的女嘉宾 先稍微休息 咱们再会见 他要转身 他愿意转身 不转身是他的事 刚才一号 女嘉宾也强烈要求 希望能够在台上和您见面 那接下来咱们也把他一并请出来 好不好 好 好 来吧 掌声去三位女嘉宾笑唱 女嘉宾赶紧做一下自我介绍 让男嘉宾了解一下你 我今年六十四岁 家住辽阳 他身上哪一点心呢 因为这个男嘉宾 我看各方面都挺满意 你是啥性格的人 男嘉宾不交叉 我的性格是挺温柔善良的 挺能包容的 十一百个都不嫌弃 谁欺负你都行 原来扁了都行 但是我内在还是非常好的 还有刚强的一面 温柔的一面 还有刚强的一面 我自身 胜出能力非常强 我还非常热爱生活 要光弹舞了 虽然我不会唱歌 唱得不好 我也愿意唱 现在您初步确定是比较欣赏的 比较欣赏 在我内心非常满意 如果咱们两个能到一起 我一定 时时刻地关心你 照顾你 咱俩一起 过到老 幸福的下半生 谢谢 我在各方面 照顾人 一般的人 是没有我 有耐性的 谢谢 我是一个很不错的 有秀的女人 错过我 你就错过老大的幸福了 是吧 接下来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来 请看大屏幕 大屏幕上出现了六道题 在我念的过程当中 请选择一道题 来问对方 一 对于结婚给彩礼 你怎么看 二 你赞成婚后A-3 婚后生活费由谁成单四 能接受多大的年龄差五 最接受不了对方什么缺点 六 结婚之后家务活怎么分配 首先请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选择一道题 结婚后家务活怎样分配 多大个生日 不是事 那得谁干的 都不干的事可就大了 那没问题 我一个我个家什么活都干 好了 女嘉宾是不爱做家务吗 不是不爱做家务活 我喜欢 就是 两个人共同做 变一个手势一个捣乱 另一个祸 是吧 好 来 我们的二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你能接受多大的年龄差 年龄不受信 好 一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我选择五号 五 最接受不了对方什么缺点 女人吧 就应该文有善良 性格好一点 一号女嘉宾说 这么夸我 一号 这么说我的 男嘉宾选择一道题 来问对方 第五个 接受不了对方什么缺点 接受不了对方什么缺点 来 首先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您说 三号女嘉宾 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 脾气暴躁的人 好 来 二号女嘉宾 接受不了对方低于一米七五 对 真是这要求 行 好 来吧 接了请三位来到我身边 接了把花交在男嘉宾的手上 请大家做出最慎重的选择 有请四位背对背帐好 那有老公呢 我觉得叫老公给我买 可以 就像你是她老公似的 如果真要登记的话 您是要求对方和你做财产公正的 是吧 对 女嘉宾您评价的是啥呢 这假的 忘了 好 好 这怎么的 女汉的吗 这鱼一炸你 你脑袋一天就来了 没事 我不会打你的 好 没事 好 没事 好 我觉得你还饿了 可嘉 你耍得光归这有啥能的 好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请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今晚他们能否成功牵手 广告很短 爱着选择 稍后为您揭晓 您要是不相信 可以去商场看一看 真正的鹅绒贝 最便宜的 很便宜的 也要一千多 您也可以到材料市场上去问问价格 最一般的光鹅绒和面料都要好几百 我们厂是中国315乘信企业 以前许多观众都用过我们的产品 都给予好评 这次是厂竞30周年回馈广大消费者 电视台帮忙做推广 厂家专门拿出了6000床五星鹅绒贝 59块钱 您就拿走 还买一场又送一场 我不可能为了59块钱 而砸了我们蝴蝶公主的招牌 59块钱 连半斤鹅绒都买不到 连一个工人的工资都不够 这次呢 压根就没想赚您的钱 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 我做个承诺 买我的鹅绒贝不保暖不舒服 盖了会跑毛跑绒有异味 您花了59我陪您 500牛 知名品牌 蝴蝶公主 为推广品牌 联合电视台发起 场庆30周年 真情回馈活动 原价1980元的五星额中备 现在只需59元 是的 你没有听错 真的只要59元 不用担心 不要怀疑 只是工厂上电视 为蝴蝶公主做直销 减掉一切中间环节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今天不要利润 不计成本 只要口碑 等等 如果您现在打接电话 还有机会再免费货赠一床 同品质同价值的五星额中备 五十九元 两窗五星额中备 一起带回家 买一送一 超值享受 真的很划算 花五十九元 让全家人都盖五星额中备 正重程度 本产品 经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城堡 保证每一条蝴蝶公主 高档五星额中备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 七天包退 十五天包换 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敢于上场 才能收获未来 挑战 你可以更强 双汇王中的肉量足更好吃 不断突破更新更强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好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请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三 二 一 这三个人都比较不错 但是我觉得男嘉宾恐怕是谁都不能选的 请选择 我跟你讲 男嘉宾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我还没等数到三呢 就马上想撞过来了 心急如焚呢 我现在不知道这个花 它是想送给谁的 好 那这样哈 男嘉宾已经有两位女士面向你了哈 不知道你这花是送给谁的 如果你为她是转身的那个人 也以为你转身了 你把花送给她 如果这里边没有想选择的人 你就把花还给我 好吗 好 来 开始送花 来 哇 后来激伤 可以了解了解 好 牵手 两个人牵手 成功 我想问一下咱们男嘉宾转身的原因 吵得这人的外表还是挺 还是可以的 挺善良的 你自己说善良我得品 三号女嘉宾转身了 觉得男嘉宾也挺适合你的是吧 对 她这个性格 反正她是挺朴实 不是挺张扬的一个人 她没有转身你遗憾吗 有点遗憾 一号女嘉宾之所以占了优势 因为她善于表达 并且热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让别人感受到 她像一团火一样给别人带来了温暖 可能你那些也是一样的炙热 但是可能男嘉宾都没相信 你会为她转身 所以说这一点 如果真的是遇到真爱的话 咱也别往后退 而且表达也很重要 二号女嘉宾 我祝福那个一号女嘉宾 祝你俩幸福 同样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二位 虽然二位今天牵手成功 并没有代表他们有一天 会走进会议的殿堂 但是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期望 希望二人在接触和交往的过程当中 希望一切顺利起来 希望还好可以 好不好 互相照顾 互相关照吧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一定过得更幸福 我希望我们互相帮助 成为夫妻了 爱爱 我想找一个有责任心 有担当 热爱生活的男士为伴 我想找一位身体健康 无不良嗜好 儿女同意再婚的男士为伴 我想找一位品质好 身体好 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的人 和我相伴 今天的这场相亲呢 我心情非常的愉悦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今天牵手的二位性格 非常的合适 很适合生活在一块 希望她们能够珍惜这段感情